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來到中環H-Code 有樓的Berdy 我們嘗試這個人盤的傳統廟 這個日本串燒最主要是雞串燒為主 我們一會看看有什麼菜式 好 點菜之前我們先看看菜單 現在菜單在顯示酒類 這就是串燒 全部都是雞的部分 另外有豬 後面就是一些特色的小食 有麵 飯 也有 後面就是一個drink list 來的了 好了 我們已經點了食物了 這個第一個 我們先試一下這個雞串 嘗試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如果你有去過日本串燒 然後串燒會怎樣呢 你看看會不會更加好吃 好 當然是大層櫃 好了 我們現在吃第二處 五花腩露筍 看樣子呢 超級美 很漂亮 那因為剛才燒的呢 那這裡有露筍 那這裡中間 中間露筍的一段就是這個很漂亮 那我試一下頭一段 我最喜歡吃這個露筍 在這個露筍 就是這個露筍 就像這裏中間裡 那就是一般的露筍 那這裏中間會有些燒的 那這裏中間都沒有 那這裏中間都沒有 那一般的露筍 那這裏中間我才是有 那這裏中間的露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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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平衡了五花腩的油味 有路上的酸味和酸味混合在一起 這樣就平衡了這個油香又好吃 超棒 好了,就到這個手乳鮮了 手乳鮮我想是最基本的 要做日本傳說,要做得好 就要看它的手乳鮮做得好 好吃 吃得很好吃 雞肉不像一般宵夜食的船雞肉 它這個雞肉是很新鮮的 很有咬口的雞肉 它的皮又燒得很脆 它的味道剛剛是鹽燒的味道 其實做得很好 做得不錯 還有新鮮,因為剛剛燒脆 出煙真的很棒 真的 其實為什麼它燒烤這麼好吃呢 其實最大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它們用炭火現場的燒 比一般用電路或煤氣路更好吃 好,這個又是必食人的雞肉骨 如果你喜歡吃雞全燒的雞肉骨 我絕對不可以錯過了 我建議大家點一些柚子醬 我建議大家點一下 又爽脆 又鮮味 鮮吸味 好,今次這一串就不是雞肉 這一串就是和牛壽氣燒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就是用和牛 塗到醬汁 用Supia的方法 塗到Supia好吃 我現在試一下 哇 小心點,有很多醬汁 我覺得和牛有點像 因為我們之前的金魚頭肉卷 那些牛肉 當然它的牛肉是好吃一點 Juicy一點的 它裡面 加了這個醬汁其實都 挺配合的 我覺得 它是野麵之農味一點 比一般的那些卷 它裡面真的 這個醬汁吃的時候 小心點 很好吃 好了 我們現在呢 這個青椒 不是一個普通的青椒 是一個叫做麻煙市青椒 那它裡面呢 就有一批東西 本身是甚麼來的 所以我現在先試一下味道 好像麵豉那樣的味道 好像麵豉那樣的味道 對,好像麵豉那樣的味道 再試一下這個麻煙市的青椒 和普通的青椒 有甚麼分別呢 感覺上是鮮嫩一點的 它沒有辣味的 但又沒有甚麼椒味 真的沒有那些青椒 很濃的青椒味 不知道是甚麼特別 我先去上網查一下 扮原子 原來我吃完 我試試把這些醬汁塞進去 吃一下 不同的味道 好吃一點 我們試試這樣吃 謝謝 最近很流行吃這個 這個麻煙煮雞胸 這裡也有麻煙煮雞胸 這個麻煙煮雞胸 它是貴海膽 還有這個叫做醋汁啫喱 不知道效果會是怎樣的 我現在就試一試 這個麻煙煮雞胸肉 應該是很滑的 加一點點醬汁啫喱 然後再加一點點肉 這樣 味道很滑的 煮雞胸肉 好滑的 鴨子煮雞胸氣 海膽說很新鮮 那些鮮味配合啫喱的酸酸,可以配合海岸更鮮 所以我這個真的很好吃,我不介意我真的吃多一點 它還有芥末或洋蔥,我今天加一點芥末 大舊一點,大口一點 看起來很酸,而且很滑 這個就是普通燒粟米了,應該沒什麼特別吧? 嘩,很甜 很甜的麥茶,你放進去嗎? 很甜的麥茶 好了,這一盤就不是燒的雞翅 這個是一個炸雞翅同樣的雞翅 它是掛金口,我試一試看是否辣 嘩,是Donald那些炸雞翅 炸雞翅,但是它是挺脆的,而且挺香的 不過呢,我覺得它的味道很淡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夠味 還是燒好吃一點 好甜喔 雞翅 好甜喔 剛才吃的那個是五花楊的鹵筍捲 這一個也是五花楊的鹵筍捲 但是這個鵝是芝燒捲 我個人偏好很喜歡吃芝燒的 我的壽司,捲,我都喜歡吃芝燒捲 只是這個是不是沒有味道 它果然是燒的,真的做得好些 它這個,刺鬆味道很濃郁 可以解開嗎?會不會漏 不過如果你叫我選擇的話 我喜歡剛才的蘆筍卷多一點 因為剛才的蘆筍卷,它的醬汁是多一點和豐富一點 它這個偏偏乾一點 但是這個味道比較濃郁 它的紫蘇味很濃郁 如果你喜歡紫蘇味的話,你應該會喜歡這一套 雞內臟也是在串燒之中必吃的 這次我試了這個叫做雞心圓的內臟 但是這些是否會吃太多呢? 因為外臟其實也不太濃郁 哇,很大辣 好像... 那些像雞粉 就不像一般雞心 因為雞心是粉 因為吃下去,不是粉 是蛋的 這個也不錯,燒得不錯 但是還是不要吃太多 好,吃串燒 這個麵線雞粉串是其中一個最愛的 即使不是去吃這個雞串燒 去吃普通的串燒 我都一定會叫這個麵線雞用串燒 那這個呢 我是第一個點的食物 現在都差不多最後才看到 我現在試一試 是不是真的這麼值得驚動 哇,很新鮮 很新鮮 嗯 這個味道其實不錯 肉質呢 就... 嗯... 很軟 我喜歡 面試雞肉酸裡 有雞圓骨 那這個呢 沒有雞圓骨 它純粹是一個面試雞肉酸 所以吃下去會覺得有點軟 如果這樣就沒有雞軟骨的口感在裡面 但整體來說味道是ok的 再一口 那為什麼要等那麼久呢? 又等到落尾呢? 都可以等的 都ok 好味的 但還是那句話,我喜歡有雞軟骨的面子雞肉體力 猜猜這是什麼? 是心形的 你看看,像不像一個心形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燒飯糰 燒飯糰 好吃嗎? 等了很久了 我先嘗嘗 好香啊 它的燒到米的味道很香 還有呢 它這個外皮 這個外皮是很脆的 非常脆 好像吃點燒焦 但這個鹽呢 其實是好吃的 這個飯糰有什麼味道? 這個飯糰有什麼味道? 這個飯糰就是加了醬油在裡面 醬油味的飯糰 哇,超級燒焦 那你熱辣辣的呢 剛才也吃到這個 鹽西粥骨 對,你喜歡吃雞的,這個ok 對 喂,吃完當然要結帳 總數955元 多謝你,值不值得吃就見人見知 最後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你 Like,Share和Subscribe 也可以加入我們Facebook 美食市處的專頁 多謝你,Bye Bye